相信不少人都玩過枕頭戰 這種打鬧的遊戲不容易受傷 還能促進生活樂趣 而目前枕頭戰 已經正式成為競技比賽 並且在佛羅里達州 舉辦了首屆職業比賽 名叫PFC 冠軍除了可以獲得冠軍腰帶 還能帶走5000美金 而PFC和各項格鬥比賽 有著雷同的規矩 除了必須過棒匹配對手以外 這裡還有完整的擂台 從四邊行到八角鐵龍 以應俱全 而格鬥評委、裁判、司儀 都是經過專業挑選 當然 舉牌女郎也是 這些枕頭鬥士們 必須帶著護尺 手拿2.4磅重的競技專用枕 這不像一般枕頭那樣柔軟 而是擁有防撕裂的尼龍設計 並且帶有三個握把 是可可以增加槓桿作用的專用枕 讓你在擊中對方時 根據打擊桿 雖然這場比賽很多人報名 不過只有16名男性 8名女性通過初選 他們多半是NNA的選手 或是擁有格鬥技的業餘選手 各個都身懷絕技 像是本次的女子冠軍 NUNES 除了揮泰拳 還會巴西柔術 基本上是精通各種武術 但我必須告訴你 這些技巧 在枕頭大戰 是沒辦法完全派上用場 因為遊戲規則非常簡單 在3個94秒的回合裡 你只能用枕頭打擊對方 使用拳頭、手肘、踢擊、請計 踢對方老木 都是犯規 我也幫大家整理了常用的枕頭技巧 像是上下左右P 迴旋P 單手防禦 單手攻擊 雙手中槌 左右揮舞 以及低掃 至於該如何判別勝方 除了KO跟TKO以外 剩下都是依照整體打擊數 再由評委評分判決 看到這你可能會想 枕頭一點都不痛 連我都可以報名 你有這樣的想法非常好 因為在拉門的官方已經釋出報名 只要你符合以上資格 都有機會成為枕頭鬥士 報名連結我會放在留言區 歡迎大家熱烈報名 雖然枕頭錦標賽看似很逗趣 但其實選手們都是拚盡全力 有的選手 甚至會直接近身拚枕 提升比賽熱度 而目前還沒有選手以KO結束比賽 不過倒是有TKO 像這名選手被擊中頭部後開始暈眩 並且受到觀眾們的嘲諷 啊 哈 而這個比賽看是非常安全 但被打到還是會痛 因此被打到腦震盪 或是被整兵刮到流血 都是很常見的 但比起其他格鬥運動 PFC已經是很溫柔的競技比賽 而首席官在接受採訪時也說了 PFC提供肉搏戰的所有戲劇性 沒有混合武術或拳擊的血跡 也就代表著沒有人會受重傷 因為有很多人並不想看到血跡 只希望看到良好的競爭 而PFC也在積極打造擂台 讓更多人能夠看到他們的存在 至於枕頭大戰 是否稱得上是一個格鬥運動 還需要進行時間的考驗 畢竟格鬥和運動 在某種程度上 還存在著許多爭議 不過這老張 感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出發了 更多人能夠用空間來 出發了 日本人之間的 也要踏鬥運動 我們下部影片見 出發了 最高的地道 就可以當中能夠住的 大家來自分架 單敵人們說明 好的 後果要換 在某種日au 特許 以往 導致 lim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